Hello 大家好 我叫Halloween 來到新S1 逐陸中原伺服器Part2的介紹 進入遊戲的時候 跟原S1賽季一樣 有6個勢力給大家選擇 每一個勢力都有其特定加成 例如河北元兆勢力 可以令到槍兵傷害加2% 明星加50 山東曹操勢力 可以使盾兵受到傷害減2% 木材產量加150 江東元兆勢力 弓兵傷害加2% 明星值加50 京楚劉表勢力 銅幣產量加100 木材產量加300 巴屬劉章勢力 鐵礦產量加300 糧食產量加300 西梁馬騰勢力 騎兵移動速度加5% 鐵礦產量加150 根據以往的經驗 河北元兆勢力是最多人選擇 因為體重可以令到槍兵傷害加2% 非常適合課長玩熟天槍 同時河北距離師弟路程是最接近的 第二最多人選擇就是山東曹操 選擇他並不是因為要吃他盾兵受到傷害減2% 而是因為山東距離師弟也是比較接近的 可以接觸先登在師弟的重要關口佈防 其次多人選擇的是巴屬劉章 因為他的資源產量是最多的 其餘的西梁、京楚、江東都是沒什麼人選擇的 根據官方的資料 插畫在原本的S1地圖進行了修改 將六大出生州的主戰場、上落和西城關口 距離進行了調整 並且增加了山脈的範圍 使其變得更加平衡 新S1資源州的路段都不同了 所以鋪路不能參照原有的S1地圖 到底實際修改了哪些位置其實我都不清楚 但如果將需要防守的範圍收窄 對於弱勢方是有好處 失勢的一方只需要發信叫大家鑄守在一個位置 食八九就可以 管理都不需要這麼辛苦 不至於玩了第一季就氣坑了 在資源州關中江漢地帶新增了八個關哨 坐落在連接各郡的必經之路 重點會出現在西城和上落的周邊位置 關哨初始為破壞狀態 攻佔難度等同於一個三級的城池 首次佔領後經過一小時就可以重建完成 重建完等同於一個七級的城池 關哨的作用類似軍陣 可以用來調動部隊 以及作為要道的重要屏障 它還可以供同出生州的友盟 進行部隊的調動和連地 方便同勢力的同盟進行協同作戰 令管理不需要這麼廢神去找小號整機場 關哨的設定我覺得是非常實用 建議指揮官盡快鋪過去佔領 另外在本劇本同出生州的友盟 是不佔據友盟的名單 關哨設定的想法是非常正的 看策劃會不會在未來PK劇本 都新增一個關哨 令到乾已經變成紅色的老管理 都不需要一開始這麼廢神去整機場 一件換盟的功能 開櫃後48小時 視覆器內有同盟首次攻破通往資源州關卡後的6小時開啟 非排行第一同盟成員可以直接向本州第一或第二盟提交加盟申請 方便同出生州的玩家進入資源州 符合條件的玩家在遊戲主界面的右上角 會出現一件換盟申請按鈕 這樣就不需要下野等待加盟的冷卻時間 比以往方便很多 但盟主就不可以用這個功能 否則小盟就會直接消失 都是需要經盟主自行解散這些小盟 一騎絕塵的打地競速活動在原本S1賽季已經有 原一騎絕塵打8級地 最快的1000名玩家可以按排名獲得金珠獎勵 新S1賽季新增了6至7級打地排行榜 同樣為前1000名最快攻佔的玩家可以獲得金珠獎勵 策劃有這個改動 目的就是讓更多玩家可以獲得金珠 在S1賽季期間沒有假虛宣上向張仰這類碰瓷武將的情況下 平民戰法又不充裕武將又不吸力 要打穿一塊5級地並非易事 所以打5級地為一個分水嶺 打6級地為另一個分水嶺 在沒有兵書系統的情況下 打一個7級地都是另一個分水嶺 相比起打8級地 只要是等級和科技慢慢升上來 打8級地其實都不太難 說到底一騎絕塵的競速活動主要都是給課長去玩 但平民都不需要灰心 靠活動拿到的招募令和金珠 可能都會抽到一些好卡 再配上自選武將 在有限的資源底下 鍛鍊極限開放 鍛鍊自己的微操作 加上合理的戰法配搭 亦都有機會衝上百名之內 新增的勢力振興任務 新增的勢力振興任務 只當同一勢力的玩家 共同達成目標 全員都可以獲得金珠獎勵 當中的任務是包括佔地 弓箭碼頭 拆除黃金、營地、攻城等等 正常保持活躍度 可以在進入資源周之前 獲得全部一千金珠獎勵 如果你落州 發現所屬的勢力活躍度不高 人又少 又沒有人願意做管理的話 群龍無首 可以通過東山再起 前往比較活躍的勢力 並且還可以直接領取已經達成的獎勵 簡單來說 勢力振興任務的一千金珠 其實都是送給你的 但又不要看到全員都可以獲得獎勵 就不參與佔地、佔領碼頭的行動 每個人都適當地付出 才可以令團體壯大 慢慢凝聚力量 黃金營地 類似PK賽季的西梁聯軍 會向進入境界範圍的玩家部隊發動進攻 但不像PK賽季 是放在資源周當中 而是在各出生州放置3個黃金營地 周邊會駐紮黃金的殘黨AI部隊 而這些AI部隊為30級 有15000兵力 建議管理可以召集能夠低選穿 6級地的成員進行殲滅 黃金營地被拆除之後 參與攻打營地的玩家 可以獲得黃金兩張和銅幣獎勵 但只有拆除營地內九度和黃金部隊發生戰鬥才算是參與 不包括拆除他馬 這一點大家需要注意 當中可以獲得的黃金兩張應該是 包括張寶 張良 管海 張曼城 和張燕 對應的全城戰法為 妖術 一舉殲滅 龍網 神尚史 輕勇飛燕 都是一些前期非常實用的戰法 記得以前有些很痛苦的經歷 我差不多3個賽季都抽不到管海 很久都沒有龍網可以用 在測試幅我就沒有機會去打黃金營地 所以不知道這些黃金兩張是隨機還是固定出現 這一點可能需要大家日後參與之後 得到答案才再告訴我 由於黃金營地的周邊部隊會主動發起進攻 會威脅到日後攻城調動的部隊 我建議同盟在組織攻城前 優先對周內3個黃金營地的據點進行清招 同時獲得的討伐和勢力振興任務的獎勵 對前期補充部隊的戰力都很重要 早打早享受 黃金入侵事件發生在完成第六個霸業歷程的續陸增節之後 屆時玩家主城附近會刷新一次黃金的散兵 討伐的機制類似於打銅錢怪 同樣都是無需賊書 討伐完之後除了可以獲得銅幣之外 還可以直接獲得紙張 但不是隨機獲得卡詞中的紙張 這一點我就有待大家去驗證 黃金入侵算是策劃 找個理由來送東西給大家的事件 大家唯有免為其難要了 新S1賽季任務的福利持續時間為30日 由你進入伺服器當日開始計算 所以就算你是比較遲進來這個伺服器 其實也是沒問題 但如果你在這個新S1賽季結束前的20日才進來 那你就會失去10日的福利 所以越早入一定是越好 賽季任務不要求當日就完成 它也不會消失 在活動持續時間之內去完成這些任務 領取獎勵就可以了 當中的任務內容 對比起遊戲本身自大的任務更加細緻 更貼近新手玩家的遊戲歷程 例如是克制兵種的戰鬥 演練戰法 覺醒武將等等 這些都是剛剛開始玩這個遊戲必須要知道的事項 賽季任務的活躍度達到840 就可以在活動界面領取4-1的橙象 當你完成所有新S1的福利任務之後 總共是可以獲得16400禁注和一隻橙象 夠了平民玩家是S1慢慢摸索這個遊戲的玩法 按照賽季任務的引導 優先完成任務獲取大量必須要的資源 就可以提升開放的體驗 陣容配搭方面其實是跟原S1的攻略差不多 在網上可以搜尋到很多相關的資料 新S1還新增了勢力頻道 有哪些不明白的地方可以在裡面提出 大家互相交流一下心得 策劃在這個新S1伺服器的確是用了很多心思 去優化以往S1繁瑣的操作模式 令管理可以減輕一點的負擔 令玩家開放時又可以輕鬆一點 我了解完之後都覺得某些設定真的蠻正的 希望策劃可以將部分好的設定 新增至往後的新賽季當中 令到大家都可以享受到 這一份優化了的遊戲模式 這一集新S1續6中原伺服器 PART2的介紹就到這裡 多謝大家的收看 拜拜 為宅熱啟 V Hilary VIL D VIL D VIL D